杨子这位女明星 五美颜镜头下 这状态非常不错 杨子整个人感觉又白又瘦 从画面上也是能够看到 杨子的皮肤十分白皙 而且这天鹅景也是相当强劲 连锁骨都能够清晰可见 可以看出杨子是真的变瘦了 毕竟很多粉丝也是看着杨子的剧长大的 对于杨子的颜值也是有很大的关注度 相比小时候 杨子的整个五官都展开了 而且这脸上也是没有了之前那种孩子气 这次现身亮相的时候 很多粉丝也是被杨子的颜值和身材所吸引了 加上这种生涂下的皮肤十分白皙 看起来还是富态十足的 所以有的粉丝也是觉得杨子是经历了什么 但是这身材比例看起来就没有路人那么好了 而且穿上这个扩形裙之后 杨子的小腹有点隆起 但是因为这衣裳的问题 显得杨子有点矮了 看上去腿非常短 而且这裙子盖住膝盖后 这不成又不是很短的服装造型 显得杨子的个子没有那么高了 而且这次身穿的这个裙子 这腿围看起来也是有点小粗的 尤其是看到杨子的小腿后 确实是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确实是没有很大的时尚感 而有的粉丝也是纷纷留言觉得 杨子确实应该改变一下造型 而且这发型也是万年不变 没有很大的突破度 而且这次是蓬蓬裙 但是却显得整个人的个子很矮小 看来杨子的造型师 真的是应该好好想想造型了 有的粉丝也是觉得有点失望了 你觉得杨子这次的造型如何呢 欢迎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